远景熊抱压人 落上身的男子却还在挣扎 想要反击 下一秒 猛力拉住男子双腿 男子瞬间扑倒在地 黎明远景过速爬上去 把人压制 被逮了还想狡辩大过年的 怎么还搞得这么难看 时间回到五分钟前 接火报案 远景灯门关切 没想到男子火气很大 什么都说这么长 男口脏话飙人还出手打警察 远景喷洒辣椒水 靠着楼道技巧大外哥 将人制服 而这位主席男子 除夕夜喝了酒 与父亲大吵一架 随后抱着瓦斯桶 打开气罚扬眼药 应爆瓦斯 夕夜中午就开始喝酒 喝到晚上 他爸爸因为看不下去 就有跟儿子讲说 不要喝那么多 结果因为猪性男子喝了酒 整个情绪发作起来 将家里整个捣乱掉 并扬眼要开瓦斯同归余境 朱系夜围如迟年夜饭 却因为猪性男子喝酒闹事 一堆人吃到一半就被疏散 喜喜洋洋的新年 却高得大家都乌烟涨气 解鹏志明 苗里报导 推翻 low 本权